我在搶救他公司擔任社派人員兼廠物 然後我在這幾天我真的覺得我非常的快樂 比我在學校拍片還要快樂說真的 因為在這邊無居無素 然後就是跟一群不同的 來自不同的族群的人一起合作 我覺得很開心也很快樂 我在這邊也學到了很多 只是在趕時間的時候要怎麼樣的去拍 然後要怎麼樣的去控制燈光跟時間 我覺得我出去拍片都會發生意外 都會被車撞 要不然就是自撞 阿就老師就坐我的車阿 然後我就為了要看那個花樣館在哪裡 然後就看著看著就細心 就瘋著就撞到安全島 哇老師下行緊張的樣子抱著機器 然後走顧又開始發生什麼事了這樣子 對啊 阿最後一次是因為差點被那個不會開車的人撞 對啊 我為了要拍到大家得獎的樣子 然後要跳起來那個樣子 結果就是我聽到得手獎我自己也太開心 不小心按到停止見 我整個傻眼 然後再按一次 就剪出來的片子是 中間那個大家跳起來那個畫面沒有 但是有接到後面 對啊 還好有再按下去 5 4 3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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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家就是大概是十幾個人窩在那個 沒幾瓶的房間裡面真的是一個永生難忘經驗 對然後就覺得很開心 可能就真的是大船的女生都要當男生用吧 你看那個小販扛著桌子這樣子 跑白米我就覺得他真的很強 在愛河之心那邊 然後我們先到 那是那些就是那個 那個要搬東西的人還沒到 然後老師就在橋上在著急了 就想說算了我先帶著桌子先走這樣 結果走走走 就抬頭看到橋上好多人在等 我就趕快跑一直跑一直跑 跑到最後真的美 看攝影機就抖抖抖抖抖抖抖 然後就大家其實真的很合作 因為我覺得就是每次 就是有類似的這樣子的拍片的比賽 到最後一定是大家全部都炒翻天 然後就那個東西做出來也不怎麼樣 可是這次就是大家就是破例非常的 就是順利的就是拍到殺青這樣就覺得很開心